每年不少盛盖博谷的民选官员们都会在圣诞节的前夕举行礼物收集还有捐赠的活动 务求让更多有需要的人们尤其是小朋友们都能够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而联邦众议员赵美馨还有丈夫伍国庆在举办的募捐活动上 收集到了超过500件的玩具还有节日的礼物 今年除了有玩具商慷慨捐出了数百件的玩具之外 还有不少的市民是自掏腰包买来了许多的玩具 而在另一场的假日玩具募捐活动上 加州的第49区众议员周本利则是表彰了八位杰出的个人还有组织 在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上做出的贡献